今年上海车展比亚迪最贵的SUV仰望U8预售 109.8万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 你别看这么贵可预售了才一天订单就破万了 你说是有钱人多呢还是仰望U8的关注度高呢 我觉得兼而有之 因为仰望U8的展台是人山人海 可旁边的劳斯莱斯却门可罗雀 仰望U8的车长超过5米3 轴距超过3米 在国产的硬派越野里尺寸是最大的一类了 时空之门的外观好不好看 要看个人审美 但是气场绝对够强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另外这一次看了仰望U8的内饰 真是肉眼可见的奢华 车内有5块巨大的屏幕 而且还支持联动 车顶有超大尺寸的天窗 可以想见开着它出去那种极致的享受 对于仰望U8来说 最值得关注的自然就是它的一四方平台 四轮四电机 单电机功率220-240千瓦 扭矩320-400牛米 三秒级的加速 而且像原地掉头浮水模式等强悍的越野配置 更是大家关心的焦点 尽管破万的订单最后能有多少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说明仰望U8是目前 插电混动硬派越野里最受关注的车